来看一下玩伴儿第二个等片子 我是一个充满生活情绪的人 看别人骑着平衡车挺有意义的 我也给自己整了一个 我喜欢做美甲 但不会去店里做 我会用买来的公留机 自己给自己做吃点 又省钱又好看 夏天我会在牢中永远摆地堂 专门卖一些我喜欢的东西 我平常呢比较喜欢吃 为了吃我买了这么多的锅 平时呢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 研究怎么用这些锅做出我喜欢吃的菜 我理想的另一半最好有点幽默感 但不由强滑掉 凡事会先我一步考虑 勤劳任干的不是我的菜 烫头戴眼镜眼睛太小的 绝对不是我的菜 因为我眼睛本身就小 小眼睛的碗门 如果你愿意为我留灯 我希望有一场浪漫的告白 另外我想问一个小问题 如果我们牵手成功 你愿意为我拎包吗 1号 张宇 萧莹 我想问一下这个长头不得行吗 你转个身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长头不来 你都灭灯了我说行不行有什么用了 我跟你说灭灯吧 是当时弃走了 我跟2号已经决定了 像我们这边灭灯那个重灾区 如果女嘉宾只要选16号 我们不管好看不好看坚决灭 那这是跟谁志气呢 人选那边一中而泪 不是 然后你最后你说你选马 你就认准马了 你说我们有啥找 是吧 你要选这一个吧 有头脑有智慧的马也行 你选这马选的 他没长相 就有个个 16号马 有个身高就是我最大的优势 再说了我是 我是那个马中的贵族汉雪薄马 就得有这劲 醋他们造的 他们自己吃去吧 好 发发问了 你不是说你那个挺爱害羞的吗 好 能不能嫌恶我 我现在不紧张了 就什么都不会害羞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不是 嫌恶我 不嫌 不嫌 那个差哪了这一块呀 他喜欢马 来16号 这又 毛头又指向你了 我都敢交点了 我得打网是不是 你刚才问什么 说拎包是什么的 就是牵手成功之后 你愿意为我拎包吗 我就愿意给你拎包 我还能给女的洗脚呢 好 好 我的观点是我不喜欢男生给女生拎包 就是 我就 我就跟我姐上街去溜达去 我姐把包给我 我姐把包给我 我姐不愿意给 说什么 你要这么冷的话 你还能找对象吗 你跟我出来溜给我拎包 都不抽你了 谁抽你拎包啊 你为啥不喜欢让男朋友拎包呢 因为我觉着那样就是 他又是男人的那种气概了 这个跟气概没有关系 我就喜欢对这个女人好 上街的时候逛街女人逛街一定会累 我就喜欢给她拎包 你看这16号就 他刚才说洗脚 洗脚你能接受吗 对 可以 为啥洗脚能接受 拎包接受不了呢 但是洗脚就是 如果两个人就是谈恋爱的话 可以啊 就是不喜欢拎包 因为走在大街上嘛 很多人会看到的 实际上是希望自己的男人 在外边爷们儿一点是吗 对 王楠灭灯的原因是什么 我感觉他太小孩了 因为我比赢能花钱 然后我只想找一个 能管得住我的老板娘 好 所以他们说的真对 这就是一匹椰马 嗯 婉妹儿 真如果是这样的小伙子 是我很相忠 但你觉得自己能驾驭得了 驾驭不了 所以破译了 在这儿啊 王哥还可以给你做个小广告 这是婉妹儿的那个水吧的地址 位于吉林大陆和东盛大街交汇处的 亚太市场是吗 对 如果喜欢婉妹儿这种性格的 可以到那儿去找 你也做好心理准备 回家跟爸爸妈妈也说一下 接下来你们家那摊 忽然变得人山人海了 在这个当中就可以甄选一下 也许未来的孤业就在这些人当中 好吧 谢谢燕姐 加油 掌声送给婉妹儿 加油 我平常挺害羞的 但如果接触的时间久了 就放开了 台下小伙有喜欢我的 就到微信平台来找我吧